剪鋼筋的螺絲頭是由范順的工人去剪的 這是誰說的 是我們下面的工程管理人員 港鐵人員 當然他不會看到他剪刀的那一幕 他看到鋼筋在前面剪了出來 是放在那些位置 當時只是有范順的工人 明白就是范順的工人 他的解釋就是 在當時根據我的了解 由於某些地方鋼筋是比較密集 橫幼直 他們擺的情況就是 可能你要擺先擺後 要適合那些位置 可能他先擺了一些鋼筋 然後後的鋼筋 因為螺絲頭要轉進那個施武道 有些困難 他們就利用他們另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當然是錯誤 來嘗試去做 即是貪施工方面 以現在的看法應該就是 鋼筋和施武的接合 是有不規則的情況 發現了是有五次 五次裏面 在第三次 我們就在十二月 看到有五支鋼筋 是有這樣的不合批格的情況 那次我們就馬上發了一封電友 給這個承建商 警告他們 就說有這個不合規格的施工 那他們的承建商就再發封信 就是給這個發行信公司 即是最多一次是五支 是 其餘那些都少於五支 但是就沒有一個紀錄 那是由他們的巡查裏面 自己的記憶當中拿出來 文字上的紀錄 我們就只是在十二月中那次就有的 是 純粋